现在已经是下午时间了 我们上午睡前了两次 下午吃过午饭之后 现在是以前最多一次 这次是到这边小岛 也是一个是岩石的一个小的岛礁 露出来水面的 然后这个地方是靠向导尖上 也是很近的 旁边也就是说向导的 这个对面的小的头条 这边的话 从横上看 下面是一片湛蓝湛蓝的 靠近小岛的方向 应该是有很多的珊瑚 最后一次 这次看个样子 应该是比较深的 也能潜到18米 前两次潜的都最多 也就是10米 但是海底的世界非常漂亮 这种珊瑚 这个之前没有看到的珊瑚 非常地漂亮 好 我们就准备开始下水了 教练先跳下去了 好 别老人跳下去了 先冲水 再还没有 先冲水 先湿深 盖着色图 看是围绕着小岛礁一圈 湿到水里 这个水深 不深 10米左右 这个叫干大米 很猛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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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几次 哈喽 好猛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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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叫干大米 很猛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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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这么多 这一年 很猛烈 这个教练更重 比较前较厚 爸爸好带着看我看 你拧着一个 你拧着一个 这里也是很少的 从来下淡水之后 然后过来吃了干净的鱼口 那里吹的很多鱼茶已经开始了 那里还有很多鱼茶 重庆重庆的鱼茶 还有很多汉里很大的鱼茶 这是什么师傅 大家给他收拾 没得完 我觉得怎么样 这次跟丽贝岛不浅 比较紧来说 比较太大 但是呢 这次爸爸觉得第三次不浅下去看到多一座 我们的鱼群呢 至少看到有三四个鱼群 有那种毛尾巴的 还有还有毛骨鱼 毛骨鱼可以看到 毛骨鱼可以看到 看到那个黄色尾巴的这种一大群大群 然后呢 还有白色的 这种银色的啊 这种 一大群一大群